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一集超盘手 我是黄子东 每天的10点到10点半 在运通财经台 我会陪着大家一起看盘 今天是礼拜一 我觉得目前为止 这个盘是表现的还算可以 因为上个礼拜五 如果你看美股 或者是你看台股指数的盘后盘的话 你会发现跌幅大约在40点 目前为止 大概台北股市 就是在一个震荡的环境之下 尤其是今天早盘 再创高 再创下高点 在讲到大盘之前 我先要交代一下 上个礼拜 我跟你们一直不断提的几档股票 我说如果你是一个比较保险型的投资朋友的话 来咯 今天要给你一个操盘技巧 给你一个操盘法 不论是你在报股票 或者是你在选股 都非常的有帮助 我的标题今天也写了 这个叫做金城武操盘法 你说老师 什么叫做金城武操盘法 从来没听过对不对 来 上个礼拜我跟你讲哪一档股票 我说我们用我们的筹码选股方式 选出来一档股票 这个是我们的毛胚啊 什么叫毛胚 就是我没有用任何的图示 去修饰我这张表 我这个就是完完全全的把我们的选股逻辑 选股模式 选股工具的东西 选出来什么股票 完全的呈现给你看 这份表如果你有来要的话 我是在去年的圣诞节给你的 字比较糊 不过你应该很清楚的 来导播稍微放大一下 知道这一档股票是什么了 二三一七鸿海 我跟你讲鸿海 就是在跟你讲金城武操盘法的第一要点 第一个 不要有成见认为说 什么股票一定会涨 什么股票就不会涨 我在去年圣诞节 这个是我节目的截图 来12月25号 来导播 12月25号2020年 这个是盘中的节目啊 不是盘后什么股票涨了 再跟你讲说 你看我们有 不是这样的 是我希望这个节目 可以带给投资朋友一些收获 所以我十点 不用说很久啊 10点08分 节目一开始 我就先跟你讲 如果你不知道爆什么股票 如果你现在爆股票会害怕 如果你目前为止在大盘这样的点位 你觉得持有股票会害怕 那我告诉你 其实你会错过一些东西 错过什么 一定错过鸿海嘛 第一个 你一定会认为说鸿海怎么样 它的风险大过于利润 因为你会想 因为这个地方 你不想爆股票嘛 对不对 正常 然后如果我跟你讲 如果你进来成为我的会员 我叫一档股票 我叫鸿海给你 你会说 哈 有得赚吗 对不对 在你心中 你就会有一个想法 这一档股票 它的风险 是大过于利润的 你会觉得爆这档股票 它没有任何的机会可言 对不对 12月25号 那个时候市场上面 大概没有人在跟你讲鸿海 那当然啦 过了两个礼拜 到今天已经是2021年 1月10 已经要到月中了嘛 这三个礼拜 我相信你应该市场上面 看到非常多的新闻消息面 跟着起哄 也跟着跟你讲鸿海 对不对 涨上来了 每个人不知道为什么 都说他有 我在跟你讲鸿海的时候 你要知道 那个时候技术线行 长得怎么样 第一个 金城武操盘法 就是第一个 你要有一个筹码的观念 你不能只是就一个单一标准 去判断说 这档股票会涨会跌 12月22号 有些人会这样解读 一根上影线 上影线 就叫做股票会跌的讯号 你觉得这样子的分析 够不够严谨 不够 所以12月22号的时候 其实我没有任何的动作 为什么 因为我在讲鸿海的时候 第一个 我给你的时间点 是在12月24号 因为确切来说是平安夜 给你鸿海这一档股票 但是我们一定是更早就发现 鸿海有一些发动的迹象 筹码仍然是集中的态势 但是我没有动作 为什么 因为基本面OK 筹码面OK 技术面没有足够的讯号 为什么我要在12月24号给你 来 12月22号一根上影线 我知道市场上 所有的人的解读方式 都是看空嘛 对不对 没有人认为鸿海涨一根之后 后面还会有行情 尤其是他在这个地方 我相信你也学过技术分析 一根爆亮的红K 之后一直黏 一直黏 而且很清楚的知道 跌的天数是比涨的天数多 大部分的投资人 你会越来越害怕 好啦 出现一根上影线 所有的技术分析书 都告诉你这个地方 你要出清 尤其是在那个时候 大盘也算是高点嘛 对不对 你当然看那个时候 当然是高点 但是出现了什么讯号 主力就是要做这件事情 这一根上影线 这一根实体的不算 我们只算这一根上影线 如果它可以突破上影线的一半 也就是说你会认为 这整个上影线 是空方结构嘛 空方的筹码 就在这一根上影线这边 对不对 但是如果多方 它不用硬拉 它只要缓缓的拉 拉过这个上影线的一半 代表什么 代表原本多空在这边角逐嘛 中间点算是 我们就比喻是 拔河比赛的中间点 有看过拔河比赛嘛 对不对 谁被拉过中间点 谁就输了嘛 哪一队就输了嘛 好 原本你会认为 是空方大获全胜 但是 所以为什么 你要拉过上影线的中间点 拉过上影线的中间点 表示多方取回优势 甚至 这样掰的 它有点贼呀 怎么贼 它有给你硬拉吗 它有给你用任何的讯号 任何的什么爆亮 残红黑 来告诉你讯号吗 没有 它偷偷拉 这就是我的技术分析 告诉我 讯号确认的时间点 可能跟你用的技术分析都不一样 基本面 技术面 筹码面 全部都搞定了 第二个 我的心中没有任何的成见 我们的赢家筹码选股法 选出这一档股票 我就在节目跟你讲这一档股票 要不要操作那是你的事 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个重点 就是不能我再跟你讲 任何的股票 跟你讲怎么操作 你都是听一听 听一听 看半个小时的节目 当做综艺节目看 不是 我觉得我的节目 不是要带给你欢乐 就是带给你希望什么 我要带给你的是 你的帐上 你的钱包 就是你看我的节目 一天比一天多 你的荷包就是一天比一天满 我认为这是你看我的节目 应该要有的 当然实际的操作进场 真正的点位 当然权益会稍微保留给我们的会员 因为有一档股票 这一段期间其实我们花蛮多时间在谈的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六日 还是有人扫描QR Code进来问我说 老师 他有一档股票被套住了 在这样的盘势之下 他股票被套住了 被套哪一档 1325 1325 恒大 他只有一日行情 1325 因为到这个礼拜还有人在问 恒大可不可以报 其实我听到这个说真的 我有点生气 12月22号的时候 那个时候市场上面 那时候我们台北股市 应该还记得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本土一个案例 本土案例 大部分的人都跟你讲说 你要有避险心态 配合目前大盘来到这个点位 这样的逻辑 这样的心态 其实我认同 所以如果你也有一些风险意识 在这个地方 我完全认同 认同啊 但是你选什么股票 你报什么股票 到现在还有人在问我说 1325恒大 这两周我不是讲了很久吗 还有人在问说 老师恒大怎么办 12月22号的时候 你没有遇上我 那个时候我就跟你讲 我说1325的恒大 你有避险心态很正常 但是它完完全全的 就是空方结构 所以我会跟你讲 那一天叫做一日行情 你避险不能挑这种股票 市场上我跟你讲 很多分析师都是玩这一套 玩什么 今天讲生计 明天讲钢铁 后面又来太阳能 然后今天什么族群上来了 他突然跟你讲 我们又做什么族群 我们又做车用 每一个族群 他都可以讲他的故事 问题是 上市加上规1700800档 每一档股票 公司每天都在宣布利多啊 对不对 哪一档股票 公司会自己每天宣布 自己公司的利空的 没有 所以讲故事 讲说他有什么行情 他的基本命在哪里 这个完全不可以成为操作的依据 碳结构 1325的恒大 我叫你完全别碰 那今天 他持续破低压 因为我跟你讲 我说这一档你势必要停损 因为很多人目前为止 我知道现在很多新手投资朋友 也进来股市 也进来市场 其实我认为这个是好事 因为代表着说 未来的结构会有一个转变 那本来就是这样嘛 你要说世代交替也好 那你要说换手也好 用任何的名词解释 但是我认为说 你进来股票市场 第一个当然你要多学习 你要知道怎么样 才可以在市场上面 立于不败之地 为什么人家讲避险 你也避险 你也有风险意识 你觉得你不是像 跟一般的 进来市场的新手一样 无头苍蝇 你也有一些选股逻辑 但是为什么操作的步调不顺 也许就是你要稍微改一点东西 改正了之后 因为这些路我也走过 改正了之后 我认为你就会是长期的赢家 例如怎么样 我说不要碰恒大 我一直在跟你讲 不是每天跟你讲说 哇你有什么股票 因为我知道这个地方 很多人进场 很多人进场去买恒大 而且最多人跳进去的 不是12月22号 是隔一天12月23号 那天量最大 好 进场停损 我跟你讲 如果你要有避险的心态 原本我给你的一档股票 是放在我们的教材里面 我说你扫描QR Code 然后来跟我们要这一套教材 叫做6457的红康 因为它打了一个圆乎地 技术线型告诉你什么讯号 来这个地方放大 它有没有从空方结构 转为多方结构 有 这个时候你要确认讯号 才能进场 我前面跟你讲的股票 红海也好 大股票也好 这种比较投机性的股票也好 因为现在它变成很投机的 早盘还暂缓试戳 我跟你讲这档股票 只有一天行情吗 我跟你讲这档股票的时候 它到上个礼拜 在礼拜五还收一根涨停 当然今天早上发现了一个暂缓是说 其实我会开始对这支股票 没有这么样的认同 因为为什么 在我心中 它原本是一个 避险型的股票 但是涨成这样子 我跟你讲的时候是七字头 现在到117了 一张赚4万多 原本它原本是避险形态的股票 但是我认为它现在已经变成投机性的股票 所以我的节目我们都是一贯的 我必须要跟你讲 这档股票 你要开始小心留意了 如果你是保守型的投资朋友 我宁愿你接下来去操作其他档的股票 往下的支撑力道是非常的够 哪一些股票 来 这就是我上礼拜讲的 我们在等 我们在等什么 来 这两个礼拜 你应该知道应该也是蛮多投资朋友去追这一档 负财投控 那负财投控上市的第一天 锁死 我说它两个价位 第一个最上面目前为止 现在是市价 对不对 因为现在已经是足笔戳合了 所以一档股票是这样子的 它会有两个价 第一个上面是市价 然后接下来才是涨停价 那个时候你可以 如果你记忆犹深的话 你可以回溯一下 光那两个价位 大约就冻结了20亿的资金 那20亿的资金基本上 就已经是下游一些设备厂或检测厂的资本额了 也就是说 它两个价位冻结的资金 你就已经可以去创一个设备或者是检测股了 所以那个时候会跟你说 是不是跟你讲 不是跟你讲说我要给你什么股票 是我要先跟你讲 不要去追负财 这是不是我跟你讲的 我说负财 第一个往下看就基本面来讲 它提列39.6亿元的资产减损 在上市之前我认为这件事情是好事 因为它的九成是无形资产减损 什么叫无形资产减损 商欲啦 问题是它又没有这些东西它又不是直接卖给我们像我们一般的消费者 所以商欲对它来讲这件事情认列 一次认列认足 影响对于基本面来讲不会影响很深 然后它在上市之前先认列这件事情含金量会稍微减一下 因为我会认为说难怪当初换股的时候稍微对隆达占优势一点 原来是因为这样 认列就是认列 来这个地方稍微放大一下 燦圆光电 你总不会直接去跟燦圆光电买商品吧 所以它九成是燦圆光电的商欲减损 对于基本面的影响是不大的 但是问题是 你说会不会在今年的年初第一季第二季 接到苹果单当然是你我都知道的事情 但是会不会因为这样子 你就很快的看到数字 我说其实不会 所以我告诉你 不是一档股票新上市 哇它未来有什么机会 你就完全不用去注意时间点 然后就一头热的跳进去 我跟你讲不要去买富彩投控 第一天上市的时候涨停价的时候 我告诉你 我们这个地方可以放得比较大 来 一根涨停线 它不是没有啊 你会觉得说 哎哟它那天有很热络吗 没有就是一架锁死到底 我叫你不要去买这一档股票 今天再破低 因为我告诉你 你短期不要说看多长 短期它未来的股价有的上涨空间 不在这一档股票 在它的下游 就是这一段期间我不断的跟你讲 因为到现在还有人在问说 它就是情有独钟 因为我也说其实我们不会跟股票谈恋爱 你看我前面甚至我跟你介绍红海 我也没有说它不会涨 对不对 我跟你讲的股票就是 我们挑选任何一档股票 我们心中是没有成见的 那我跟你讲 机会不在富彩 因为重点是 富彩甚至我跟你讲 它今年的上半年 你都看不出一个好的数字 但是它会先让利给中下游 尤其是分减设备厂 它会先让利给那些下游厂商 所以不是在节目上面 每天跟你讲 它未来有什么机会 所以相关类股全部都可以 不是 我们很在意的 第一个 比你更在意的是卖出的讯号 甚至怎么样推估卖出的时间点 就是我前面跟你讲的 我们之前就已经预料到 不是跟你算什么玄学说 我们来算价 未来价格会到哪里 我们是用一个很简单的逻辑方式 我相信你也听得懂 第一个 因为我说 当初我们就推估嘛 我认为看到富彩投控的热弱度 我认为它一定是开高走低 这个不用多讲 它开高走低 涨了 我相信你操作股票应该也很清楚 有些类股涨的时候没它的份 但是跌了 一定有它的份 这就是我们台北股市 没办法 股票就是这样走 所以我认为 接下来如果富彩投控走开高走低 这已经验证了嘛 相关类股 原本基本面很好 原本未来应该走长线多方结构的 就会被打下来 打得越凶 我们越开心 我没有在这个地方躲躲躲藏藏跟你讲说可能是哪一档呢 盖牌 我直接开诚布公的跟你讲 因为我也在我们的社群平台开诚布公的跟你讲哪一档 6168红旗 今天怎么样 6168的红旗 来 今天这一档股票目前为止 消跌哦 它没有涨哦 持稳哦 但是你看 来 我们来研究一下6168的红旗 第一个 我说时间点 第一个我们从个股来研究 这一个跳空缺口 可以来回撤 可是不可以破 只要它不破 它不用涨 它先在这个地方 量缩做一个持稳的动作 这档股票 你势必要放进你的选股名单里面 配合什么 配合大盘嘛 上个礼拜我是不是讲 我没有在这个地方跟你讲说 来哦 我有什么股票要给你 这个地方 即使我认为是长线大多头 我有没有在这个地方拼命鼓吹你 你如果去看我上个礼拜的节目 我有没有在上个礼拜 拼命鼓吹你说 哇你要大力进场哦 我从来没有这样讲过 我说其实我是在等一个 绝佳布局的时间点 会在这一周 为什么我说等这一周 上个礼拜你应该听我讲 什么叫做腾落切线 我们今天不再解释 什么叫腾落指标 它是统计加速 腾落切线就是告诉你 你在什么时间点 往哪一个方向布局 你的胜率会最高 只有胜率哦 那我跟你讲上个礼拜 我认为目前为止 还在多空激战之中 没有很明显打到一个底部 所以我认为真正的布局时点点 是在这一周 我们从大盘推到个股 就在这个地方跟你讲 什么股票是你未来可以进场的时候 我们今天做一个总结 为什么我今天要跟你讲 金城武操盘法 因为我们每一周都有我们新的 用筹码选出来的股票 这个周末啊 如果是会员的话 当然可以享有这个权益 我曾经跟你讲一档股票 跟鸿海很像 哪里像 你看了你不会想买 这档股票来 叫做什么 就是为什么我今天跟你讲的 金城武操盘法 这一档股票叫做金城银 来 金城银怎么走 哈老师 金融类股 资本额112亿 不要不要不要 我没兴趣 因为市场上也有这样的人 我就是对电子股情有独钟 我说这样的操作方式是大错特错 你管它是传产 你管它是电子 管它是金融股 没有 你的选股逻辑应该秉除这些条件 你的筹码选股告诉你 你该选什么股票 你就选什么股票 在利多的时候 12月初1月的时候 大家就跟你说 有什么会损 大家都不看好的时候 如果一档股票 它的讯号却是告诉你 它转强了 你不要管它是什么股票 你都应该勇敢的续报 或者是好好研究之后进场 那我说我们各级会员 其实都有我们的操作理念 不尽相同 接下来我认为 我们会获胜的 应该是稳健型的这一组 这种操作理念 前面我们是 当然前面我们也直接名讲 前面确实是 特别会员操作的比较好 因为去年确实是一些 活崩乱跳的股 飙一波 那接下来应该就是 稳健的策略 开始要上涨了 所以如果你是 这一型的投资人 你是稳健型的投资人 你就要好好把握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速播02-2781-0909 只要播通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运达投顾核心操盘团队 保证您不再逛赌欺叹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02-2781-0909 只要播通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运达投顾核心操盘团队 保证您不再妄赌欺叹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02-2781-0909 只要播通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车怎么开玩的 你怎么开玩的 啊 啊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有法法 一 开启危险警告灯 在适当距离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二 拨打110报警或119救护伤怪 三 交汇车辆位置 可用手机拍摄机阵 四 无人受伤时 当车辆移到不妨碍交通的地方 有人受伤时 当事人均同意再移动车辆 五 在路边或路外安全的地方 等候警察到场处理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发生 放波话已等就对啦 好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只能做一个第二段的结尾 记不记得上周我曾经跟你讲过 这是我们这一路以来 我告诉你我们的分析方式 来 我曾经跟你讲过 我相信市场上没有人会这样跟你分析 我在去年的年底的时候 我曾经这样跟你分析 我说如果我们看一下内资的筹码 那你会发现在上柜 它的延续性会比较够 如果光就内资的话 我们统计过去十年 不只是年末他们的买超 几率比较高 通常他们还会延续到第一季 也就是说如果你现在要去注意一些股票的话 我跟你讲 你要把内资筹码的比重稍微拉高 这样的操作方式我认为对你的帮助比较大 因为这些法人 其实从来就没有在跟散户对作 他们只是专注在自己的操作步调 所以我希望你也可以学会这一套东西 跟着这些内资筹码成为长期的赢家 我说接下来应该是稳健型的操作理念 会比较占优势 那我说我们的持股不会多 给你一档基本的持股 如果有一些活泼型支撑力道够的 就像我前面跟你讲的mini LTE族群 我们也在看买点 这样的操作方式 对你的帮助在这样的行情之下是最大的 所以投资朋友请赶快拿起电话 不要错过这一个行情 我们明天见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运达投资核心操盘团队 投资您不再妄独欺叹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那个速播02-2781-0909 只要播通就让您发很久发很久 2781-0909 运达投资核心操盘团队 投资您不再妄独欺叹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那个速播02-2781-0909 只要播通就让您发很久发很久 2781-0909 运达投资核心操盘团队 投资您不再妄独欺叹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02-2781-0909 只要播通就让您发很久发很久 2781-0909 大家好 我们下期期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